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文化片中的那個 有關韓國人洗澡什麼用的毛巾 那剛好我現在就是因為我 就洗完衣服然後要晾衣服 所以就想到就順便來講一下 那像韓國人他們每天啊 洗完澡以後就會換一條新的毛巾 所以就是毛巾大概就是用一次之後就會 那個丟到髒衣服籃子 跟我們台灣人比較不一樣 或是跟我們家啦 因為像我們家的話 就是大概用個幾天才會洗一次毛巾 可是像韓國人他們是用這樣子的毛巾 這樣子 然後大概就是每天就會換一條 那有的人還會另外用那個手帕什麼的 那個我就因為我們家沒有用我就不介紹 像毛巾叫做 那就是像如果在網路上購買這些毛巾啊 就會發現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厚度 像我現在買的這個是中等的厚度 有一種非常薄的 它就是擦完頭下來以後整個就是可以擰出非常多的水 那因為像我頭髮長又多 所以我一定是用就是至少是中等厚度的那個毛巾 然後呢如果你們在網路上找的話啊 就還會看到很多那種飯店用的毛巾 叫做Hotelion 那這那種就是我覺得應該是說飯店用的毛巾都更厚吧 所以它又都比較貴一點 然後呢像我選的就是中等的 然後那個我是選各種顏色 因為我不喜歡用純白的毛巾 我覺得純白毛巾就是不小心萬一沾到個什麼粉啊 就感覺黃黃髒髒的 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喜歡這種有顏色的 那時候買的時候定就是好像十條吧 然後就我就選不同顏色那個隨機的 那像很多韓國人家裡至少都是有十幾二十幾條毛巾 那我們家只有兩個人大概是十十五條左右吧 那一個禮拜可能洗衣服 就洗毛巾大概洗個一次兩次這樣 因為兩個人用嘛 兩個人用七天就是十四條了 對啊所以一個禮拜大概會洗一到兩次 那像這種毛巾的摺 我們家是這樣摺啦 因為在台灣的話我可能就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隨便就摺成一塊這樣放到那個衣櫃裡面 但是在韓國呢 因為就是浴室裡會有那個比較大的那種櫥櫃 專門放毛巾的 所以我們家是這樣子 先對摺 然後再對摺 然後再摺 摺成三份 就變成這樣子的大小 對那像毛巾還蠻有名的品牌是這個 我剛剛有看到 在哪兒 在這兒 叫松月 松尾 就是 就還蠻有名的一個毛巾品牌啦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很 很古老還是什麼的 總之呢 他就是 網路上隨便找都是這個牌子 那像是我們家還有那種 阿仔他以前跟那個李承銘 就Super Junior成員演音樂劇的時候呢 他就是有那個粉絲們幫他們做的那個毛巾 所以那上面就是寫成名什麼的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會有那種毛巾或者是像教會 我們那時候就是去我老公我婆婆他們教會的時候也是有送毛巾 或者是什麼教會活動啦還是什麼團體活動很多那個地方就是會送毛巾 那像因為那些毛巾上面多半都是有印字 那你現在看到我這個毛巾阿 他就是整條是素的嘛 那像那種毛巾大概就是會印在這邊 比如說什麼 李承銘怎樣怎樣啦 然後什麼 藝生怎樣怎樣啦 大概就是會印這樣 對 總之呢這就是韓國人的那個使用毛巾的一種方式 那 如果說你們跟像我剛結婚的時候就是不太習慣 因為就毛巾哪有用一次就要丟的 就覺得洗衣服的人好麻煩 但現在就很習慣 因為反正擦完頭以後那個毛巾整個也是濕搭搭 所以說就是拿去洗也是很不錯的方式 那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介紹這個部分 下次再見 Goodbye